人生感悟解读生命的意义 不可改变的姿势 有一次与同班同学一起扯谈 扯来扯去把话题扯到了人的走路姿势 最后谈到了我 不知怎的谈起我时 他们的兴趣斗增 小枫第一个发言 当你走路时 手臂摆得厉害 双肩动得也不协调 很不好看 阿威接着说 还有你的屁股呢 像时装模特那样扭动 笑死人 有的同学学着我的姿势当众表演 他们都哄堂大笑起来 作为一个男子汉 这种走路姿势的确是不好看的 当时我挺不好意思的 奇怪 我以前走路 为什么不觉得难看呢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我时刻想着要改变自己的走路姿势 可不管怎样变来变去 总迎合不了别人挑剔的眼光 走得快时 他们说我太风风火火了 不像个学生 走得慢时 他们又说我是故意像个大家闺秀似的玩身尘 没有一点难而之气 我感到很困惑 时间长了 我越来越觉得这样改变自己是无聊的事 以后 我仍和以前那样走路 但我并不觉得很难看 这就是我们的悲哀 我们往往把别人的挑剔看成是对自己的否定 而不自觉的刻意的去改变自己 其实我们不必计较别人苛刻的挑剔 人活在世上并不是一味的活给别人看 人活着的价值也并不每方面都要得到别人的赞同和认可 我们大可不必用别人所欣赏的方式来改变自己 从而去迎合别人的眼光 也不必刻意地粉装雕饰自己 则去弥合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某些缺陷 人活着当然要使自己不断完善 不断地走向完美 但一个人真正要活得使别人无可挑剔是不可能的 人无完人 其实每个人都有其缺陷 必有威瑕 但并没有影响他的价值与美丽 那我们又为何不能容忍一些无所谓的小词呢 我们为什么要去在意别人无所谓的挑剔呢 改变自己并不是容易的事 为了迎合别人的欣赏而去刻意地改变自己更是不容易 往往事与愿违 有人说 当你刻意模仿潇洒的时候 是你离潇洒最远的时候 去刻意地改变自己 就会失去原初的真实 我们固守着自己的姿势去面对人生 走向人生 至于走的姿势是否正确 就任别人去挑剔好了 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你们的陪伴